如果世上真的有種藥叫我愛迫哭 我愛迫哭? 相信這藥就是這套Lephex的紀錄片 迫哭轉 看完之後,簡直好像拍了藥 你不僅會愛迫哭 還會愛她老婆、愛她老爸 愛她老母 愛她的狗 我愛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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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是一個覺得自己說的電影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留言、LIKE & SHAR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旦有新影片,就馬上通知你 前排Lephex上了一連四集的迫哭專輯 我一口氣看完 終於明白 在這個充滿hater的世界 迫哭這個男人 為什麼可以完美到這樣 還百毒不侵 原來當中有幾個原因 沒有,他說你養衰 首先就是堅持 和另一個足球傳奇大似為一樣 和練士最好的朋友就是足球 而每段爭折的友情 當然會受到不少的考驗 如果當年迫哭在街場跟隊的時候 忽然出現了小鈴鐺 你這球差點扔到我 知道嗎? 你們明天沒有人拿一封禮事來這裡見我 如果碧涵真的給了一封禮事 而又沒有堅持對足球的熱愛的話 可能萬次斯頓 終會出現了一個陳奧蘭 而不是黃金有腳 幸好他也是選了足球 高EQ也很重要 比起順景時 逆境的情緒控制更加是成功的關鍵 在900世界盃對阿根廷那場球 他可能因為香港腳發狀 用我去福建 在不知有心還是木異的情況下 他用虎尾腳插掉了斯莫尼 結果即食紅牌直接出場 十人應戰的英格蘭最終互射十二把出局 而當時的領隊河道就抽足碧涵水 找他做輸球的代罪羔羊 碧涵當時沒有選擇找名嘴摩根做的專訪 斥責河道 而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選擇默默承受指責 嘩!我沒問題的 同時專心提升自己的表現 漸漸成功博取到外界的同情 最後用他的黃金有腳射過世界波 不單替英格蘭翻身 自己亦成功翻身 有了這件事的經歷 迫涵已煉成金剛不壞之身 不要說扔球 就算輝sir當年扔賽刀 都應該商量不到 威了那麼久 有一個漂亮的下台街都很重要 經過當年皇馬七條煙的高峰期 他意識到自己的狀態 以難以長期保持最高的水平 與其勉強流亂過去 又找摩根幫忙趕下自己當年有多厲害 好不如面對現實離開舞台的中央 找個更適合自己的位置 繼續散發余光好過吧 懂得選個英俊位離開舞台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看他掛虛這麼久 都依然得到這麼多尊重和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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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片最令我深刻的音樂 就是碧銜在效力PSG期間 聽完某場比賽之後 第一天起床 他發現自己周身骨痛 意識到自己真的是時候退休了 中環球場這麼多年 終於來到收山的一刻 的確令人感觸 但其實 我每天起床的時候 一樣都是周身骨痛 不過我沒有去那麼帥 所以 我仍然是要上班的 頂慘 還恐啊 這就好